乐道的店呢已经开张了 我们今天在成都来探个店 看看乐道线下店是什么样的 既然探店呢 我们主要探两个事 第一个看店 第二个看看车走 那这个店呢 位于成都跟马沙拉蒂开在了一起 那其实这个展示厅呢并不大啊 因为对于很多新人力车来说 更多的渠道是商超的展示厅 以及热门商区的展示区 这种线下店更多的是一个交付啊 或者围保的一个作用 所以没有太多奢华的装潢 那主要分几个区域啊 一个区域是墙上面两个电视 来展示一些包括置架呀 包括一些乐道的换店的一些传播的物料 那这一侧呢 基本上未来是一个用户的休息区 还有一些有一些小的陈设呀 展示或者一些茶叶互动 那楼上是跟马沙拉蒂共享的一个用户休息室 两侧呢就是两台车 这个就是这台电 非常的简洁 那关于乐道R60这台车呢 我只说干话 各位听好 首先它有两种电池可选 60度跟85度 那两区和四区都有 而且它以后可以换电 也能跟未来的换电站来共享 那R60呢是一个完全奔向家用市场的车呢 所以空间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卖点 我们来看一下空间 我的身高是1米9 前排头部空间超过了一圈 当然它没有这个支阳帘 还是一个完全剥裂的天幕 我们看看后排 在后排呢 这是我的后排的腿部空间了 所以我想 这样的空间表现 对于所有家庭来说 都是完全够用的 当然如果要说缺点的话 我仍旧觉得 它的地板高度还是有一些高 地板过于厚了 除了乘坐空间之外 后备箱同样的惊喜啊 一个大的仙背 开口巨大 那另外呢就是打开地板之后 可以看到非常大的一个深坑 可以放非常多的东西 所以由此可见 乐代R60真的是一个 非常适合家用的 大空间的新能源六倍车 除了刚才说的动力部分 这个置架方面 它有自己的特点 比如说根据官方资料 它可以支持城市和高速的领航辅助 那城市的领航辅助 支持全国95%以上的线路 那高速已经支持到了99.99% 我觉得它们可能有点谦虚了 那当然如果你不想换电 而且你家有装充电桩的条件的话 这台车看到了吗 这回终于装上了慢冲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相反 感谢观看